天边外法语动画版正式上线 历经半年功期后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学生张子瑞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份喜悦 天边外是中国经典音乐剧《金沙》中的唱段 日前 其法语版由上海外国语大学 语蝶中法音乐剧 异配企划学生团队创作 并发布至海内外的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 引发不少网友关注 近日 记者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采访时了解到 该团队成员均为法语系大二学生 尽管学习法语还不到一年 但大家因法语相识 从音乐结缘 尝试将中国原创音乐剧中经典曲目 一配成法语版 让更多人感受中国原创音乐剧的魅力 助推中国原创音乐剧走向海外 大家都知道吗 四川的这个金沙遗址 然后它其实就是把这个文物拟人画 然后创作了这样一部音乐剧 然后我们当时考虑到 因为金沙 它是以文物为主题 然后但是外国却没有这种题材音乐剧 所以当时我们觉得 既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展示 也是能够借此让大家 甚至是让更多外国人了解到 音乐剧中的中国文化 据悉音乐剧《金沙》取材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 讲述了一段纵观古今的历史故事 具有深远的历史性和文化性 而翻译天边外曲目名称 是团队的第一道难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生张子瑞回忆 团队先是寻求法语系专业老师的帮助 又在团队内外多次沟通 斟酌和推敲 最终决定以意境为先 来体现历史的延伸感和异运无限的深邃感 翻译这个题目的时候 天边外 然后我们肯定不能就是单纯的 指它是物理中的那种天空 然后我们就想把它这种异运感 这种深邃的美感也翻译出来 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法语中这个 就是指天际 这种意思就是也能够体现一种历史的延伸感 说到一些特别好的反馈 比如说有些人他会给我们评论说 感觉上外的学生跨界做这个事情很厉害 我觉得这是社会对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认可 然后这个项目它在创作过程中 其实也是得到了我们学校的艺术教育中心的老师 还有法语系的老师和外教的很多支持和帮助 他们在海外平台发布了之后 也是收到一些反馈的 对这个中西方文化教育肯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帮助的 眼下这群热爱法语和音乐的学生 正在探索通过手绘视频增加视觉感染力 中国原创音乐剧杨简也被列入团队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未来团队成员还计划着把音乐剧搬进校园 期待有一天还可以演出自己一配的校园版中国音乐剧